在确认了赵薇将加盟第五季的中国大安秀之后呢 谁会成为她的男搭档成了一个最大的悬念 那江湖中的这个猜测狂想曲啊 可是不觉悦耳 凡是与赵薇相好的这个各路兄台 全部被捋了一遍 是的 保研组啊在这边也放话了 说我们锁定的都是影帝级的人物 哇哦 天哪 继周润发和刘烨之后很多人在猜啊 赵薇的这个同学黄博也上了这个该名单了 究竟是谁可以陪伴我们一起走过 达人秀精彩的几个月呢 一起来看一下 顶着二十亿地的头衔 迈入不惑之年的黄博兄 真得算是江湖中的大哥大了 他那无与伦比的喜剧细胞 他那妙语莲珠的大嘴巴 作者梦想观察员一席也是很靠谱的骂 想背太厉害了 你干嘛直接把王宝强的脸放在上面 为什么倒这片子 因为最近有片子还挺火的 票房很好叫太久 当然是徐珍 他现在也很兴奋 拍这些小片子就是为了告诉他 当导演也没多大气 哪一个奖杯都能搞的现场 幽默漫天飞 百姓们对黄博上达人秀的呼声 那也绝对是杠杠的呀 黄博黄博 为什么选择黄博 因为他比较Q 黄博会比较好 因为黄博很有幽默感 黄博吧 因为他最近比较红嘛 然后他演戏演得蛮好 唱歌也唱得蛮好嘛 虽然他不是偶像派嘛 他是实力派 蛮好的 这位大姐一句实力派 确实内涵很深呀 中国达人秀历经四届 只要有追求 只要肯努力 梦想就一定能够照进现实 从到处打酱油 到如今成长一代影帝 黄博兄应该是梦想两次的 最好诠释者了 就凭借他这能歌善舞的超强表现力 届时嗨翻达人秀全场 也不会只是个传说吧 要知道黄博不仅是赵薇的同窗好友 跟刘烨那也是有着深厚兄弟情谊的 如果这三位你一言我一语的 实在是很有看点 那么黄博将蒙中国达人秀的几率 到底有多大呢 听他自己怎么说 还在商榷 主要时间我不敢确定 因为还在拍戏 根据实际活动来的 我还确实轻松一点 然后能契合到活动的主题里边就最好 看着黄博模棱两可的回答 看来是机会不小啊 中国达人秀的观察员阵容到底如何 节目组也将在近期正式揭晓 娱乐新天地 这等到的滋味着实不好受呀报道 好不管最后这个黄博 是不是能够加盟中国达人秀 但我个人来说还是很喜欢他的 因为我觉得他本身这个脸长就很喜感 那一说话呢也就更加喜感了 总而言就是能给大家带来欢乐就对了 相信他的点评也应该是很专业的 期待他到来 看一起来看 你带来 Claro 你带来的